我有一个这个包就是后面秀了我女儿的名字的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拿出来用的时候就发现字不见了 就有点恐慌回家立马就把其他包也翻了一下 然后就陆续发现了几个假包 然后我们就报了解 这个案子因为他家中没有任何的外清痕迹 随后他家里只有他夫妻两个以及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在 另外的就是这个一个钟某作为保姆 在家里经常频繁地进出 他的作案嫌疑是最大的 朱某犯罪嫌疑朱某是已经被我们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了 至于他购买假包的这一个店家 我们后续还会采取相关的措施进一步调查 我其实很愧疚他们家里面的 现在你做事情后悔不了 后悔的 这样的保姆您敢用吗 半年的时间 这位保姆把雇主家的所有名牌包包 项链还有戒指都给调包成赝品了 半年赚了20万 这真是碰到董行的了 这事是家住上海的李女士真实的遭遇 李女士家的孩子刚刚一岁半 半年前李女士就雇佣了一位家政阿姨叫钟某 帮着带孩子做饭 半年都相安无事 结果前两天李女士突然就发现 哎家里有一款定制的名牌包被人给调包了 我有一个这个包就是后面秀了我女儿的名字的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拿出来用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字不见了 就有点恐慌回家立马就把其他包也翻了一下 然后就陆续发现了几个假包 然后我们就报了几 这李女士纳闷啊 这家里除了一岁半的孩子 就是家政缘钟某了 难道这事是他干的 警察叔叔很快就证实了李女士的猜测 这事确实是钟某干的 而且确实是个行家 他呀看雇主家包也多 而且平时不怎么背 就把名牌包一一都给卖了 然后在网上以几百块钱的价格买了宴品 以假乱真 半年赚了将近20万 全都用来还债了 说实话看了这条新闻啊 我更担心雇主家这一岁半的孩子 这半年是怎么过的 当然这事也不能全怪家政阿姨钟某 家政公司在招聘审核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考察一下人品 考察不了人品 考察他是不是有外债 这事总简单吧 像之前杀人的保姆莫换经 不是就是因为欠了大笔的外债吗 如何让家政服务市场规范 那是行政管理部门和家政公司的事 而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来讲 如何和家政阿姨相处 什么叫斗米恩生理仇 才是雇主和保姆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设想 作为雇主 你要是天天都牛轰轰的 把人使唤来使唤去 根本不拿人当人看 还天天显摆拉臭恨 不出事也难 而作为保姆呢 家政阿姨天天想着赚快钱 处处是心里不平衡 那估计也干不长 对了 昨天我还看了这么一条新闻 说一个雇主骗了保姆两百多万 号称能买低价房 你看看 这市场多混乱 真可谓是 雇保姆将心比心 要审核谨慎用心 干一行务必上心 您家里别放太多现金 我先看都要做 我先看了 我先看你